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來看到中華職棒季後挑戰賽 今天晚上在台北大巨蛋登場 由統一師對戰樂天桃園 不過在二局上半 因為一個timing play 師隊就提出了挑戰 重播審視 結果竟然是沒拍到畫面 統一學的總教練林月平 睜大眼睛不敢置信 因為他的挑戰無效 理由竟然是沒拍到畫面 原生的三壘跑者 靠著高飛犀生打跑回本壘 但是同時二壘跑者 闖三壘被觸殺出局 出局先後會影響有沒有得分 但因為拍攝角度的問題 沒有畫面可以回看 最終只能維持原判 不扣挑戰次數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